大家好 又是我们移民一个生活资讯 开始记住like、subscribe、share和按个小钟 今天每日一英语就是教我们什么呢? 我先讲一讲 其实也是顺便在每日一英语之中 也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些资讯性的 就是我们来到这里 要开个Bang帐帐的一位去银行那里 可能会一连串整个好几条片去讲 整个程序这样讲的 顺便跟大家讲怎样开一个银行户 以及需要戴帐些什么 今天一开波 我们就好像一个顾客那样 走进一间银行 那你进去见到那个人 就是你找那个人 有个工程 就跟他说 I would like to open a bank card 他会说 Did you book online? 那你便说 Oh no Sorry 那些东西 就是No 其实就说No 就是这样 就是你再银行一点 他就会跟你说 All the appointments are full 这样 接着就是下一集 好 好 那就是说 我们去到 摸了闭门羹了 你想 你以为去到好像香港那样 走进去 说开个户口 就立刻又坏了 有人服务你 这样没有的 这里是要你在网上 覆个 appointment 今天会在英语 拜拜 拜拜 每日一英语之后 其实过往七十几条片 都已经应该大概的资讯 都已经你们 如果看完的话 应该足够你们用的了 我都再次提醒大家 很久都没有提醒过 我发觉 如果你刚刚 发现我们的平台 或者看到这个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就请先看回我们之前的片 有很多片 譬如 关于教育的有几条片 投资买屋的有好几条片 Kini Clara 生活上面的 各样都有很多 跟着 如果你们看完 还有什么问题 就入谷那里 去交立 大家交立 如果你现在申请入谷 我顺便都讲一讲 我现在是批得很慢的 因为我都尽量 真的逐个看一看过 才批 尤其是 如果是不足一年的币 差不多 绝大部分是不批进去的 确保那些币 是真实的币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币 有些 譬如很多网友都说 有些可能 就算有些人 譬如好像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之类 或者说 就算你帮了他也好 他会用一个新的币 但是新的币 我们已经不会 除非有极之合理的解释 一般来说是不会再批进去 不少过一年的那些 补充一件事 就是说 有网友也都问 其实过往我记得好像说过 不过再这样提 就是说 如果BNO的主申请人 带着一家人过来 那些人是没有资格的 即是没有BNO资格的 那怎样呢 到时那个主申请人 可不可以过来香港生活 因为他不想 可能不想过去那边 怕适应困难 如果你的主申请人 是过来 已经不符合BNO的签证的话 其实其他人 以今天来说 我们的理解 五加一之后 都是不符合资格 不过始终 讲回BNO的细节未出 如果那个细节未出 再跟大家跟进这件事情 好吗 我也想在这里 顺便说 就是Patreon那里 Patreon那里 就是9月1日会扣大家的帐 不过在这里 我再补充一件事 就是在一个星期左右 但是我希望 大家 我已经在Patreon那里 传了短信给大家 在这里顺便说 如果新的 如果你想加入的话 你要知道 不是一个慈善的活动 是一个表达你对于我的频道 对于我这个人的信任 然后加入Patreon 我可以说 我有一个梦想想做的 而这个梦想 或者说这个梦想固乎 这一件事想做 是一个纯商业的行动来的 我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 给大家听 究竟这一件事是怎样 我想形成一个 港人的经济圈 我没有讲清楚 所以大家就会有疑惑 大家有疑惑 对于我这个人 说的 你现阶段所接收的资讯 觉得是有存疑的 你就千万不要加入 有些网友会提出 你要交代 这个交代 其实老实说 你有没有见到iPhone 11 出之前 会跟你交代 这个交代 不会的 你上去一个平台去看一些新的理念 一个项目 或者之如此类 他会不会跟你交代 那样东西是怎样做的 里面的技术是怎样做的 不会的 他会跟你说 在他能够讲给你听的范畴里面 有什么功能 可以讲的 就是讲到这么多 但是我呢 也是 我可能可以讲的 就是讲到这么多 有些人不明白 有些人说 Facebook不是一个平台吗 Patreon不是一个平台吗 如果你不能够了解 我能够讲出口的解释得到 是解释得到的 那你说 我不能够释取我的疑虑 那就不要再了 那就讲完 那就可以了 有些是明白得到的 有些人是 我发觉他是明白的 不过有些就会说 这个应该是先帮助 某些人再帮助 我们不是一个慈善团体 所以我们不会先帮助什么人 之后帮助什么人 是帮助所有移居过来的 英国人 我是想形成这个平台 严格上来说 这个平台呢 我形成了之后 不是我去帮助 不是我去帮助哪些人 而是你去决定 帮助哪个人 哪个人 都其实再解释给你 不过你今天如果 不明白的 就千万不要灾了 如果已经灾了 9月1日才扣数 那如果你是全有疑惑的 我情愿你取消 虽然我9月1日 Patreon才会扣大家钱 但其实已经进行着 我其实都可以说 一步一惊心 一路去开始 其实我 很老实说 我都怕被人欺骗 不是开玩笑的 我怕什么被人欺骗呢 我找人写 我又不是很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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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别人真的写的人 你怎么知道写了些什么 是不是 有些什么 我看得到就说 我看不到那些 我都害怕 所以有些人说 你又不做公众照片 我又不是慈善 我又不是什么 这是纯商业活动 公开什么照片 你有没有见到 有什么商业的机构 有什么商业的行动 他光顺哪家的供应商 会和他公开招标 其实就是这样 大家要知道了 当你知道 要接受 要知道 我这个 你支持的是支持我这个人 而我有一个这样的梦想 想做一样的事情 这是纯商业的活动 我们会按着时间 一步一步去公开 造成了之后 我一定会公开告诉大家 那个东西有多好 9月1日会靠大家一仗 9月2至5日 我们会登记大家的资料 登记了一些会员 9月6日 你就可以取消 12月1日就不会再扣大家的钱 好吗 接下来我再想说什么 这一集 其实这条片 其实都挺零碎的 但是 其实好像我刚刚说的 一些资讯性 其实某程度上 你们应该要知道的都知道了 只是遗留一些 现在一些 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坊间说的东西 前几天 万城网友就过来探我们 他其实说了一样东西 其实我也有点问 我也很担心他们 不过我都跟他说了 已经补充了 不过他说他做过功课 那就行了 那都OK 总之他自己做过功课 我不记得那条片 是不是也有说出来的 我想补充一点 他说他做过研究 就是他看过就是说 曼城这几年的楼 就升得都几急 都几多 都几个幅度都几高的 之如此之类 甚至乎是 比如8宗 那些曼可以 可以之后变成 比如8宗 那样 就是隔了几年之后 到现在成200 2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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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我都担心 我没拍片之前 我已经提他 就说你看清楚 这样 就是看清楚 不止一个款 好几个款都是这样 好几个款都是这样 好 那好吧 其实我当时 我也有提他的 你要留意一件事 譬如 那个人 10万磅 买回来 用了4万磅去装修 跟着就是14万磅 就是成本 如果他几年之后 16、7万磅 买出去 你的账面那里 就是你看到的数据 只会看到是10万磅 买回来 然后16、7万磅 买出去 那你就见到他 升了很多 我就提了这件事 我都想提一提 现在网友的 就是大家在看这条 频道的网友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 因为我看回一些资料 看回那些资料 前两天 我也都在YouTube那里 听到一条频道 就是 有一个很 那个 那一个 我先去声明一下 在现在YouTube那里 讲英国楼 其实很多人讲的 那我们这些 就是从用家的角度去讲的 是不是 有些是从专业的角度去讲的 譬如他本身是经纪的 他会从那个角度去讲 有些是开班 或者是什么资料 有些专业的经纪 就是做楼本经纪的 他卖开楼 已经是十年八载的事 那么资料 有个别呢 有个别一两个 其实我觉得 我也会看他的 就是 他不是只说英国楼 他是全球去买卖 不是主流来的 我姑且这么说 不是太主流的 也都不多人看 他久不久都会讲一下英国楼 我觉得 但是他讲的一件事 我觉得 又再勾起我 去想起 网友阿慧那件事 他就说 这几年 曼城的楼价 是微微地向下的 咦? 不是喔 为什么我个网友说 他升这么高的呢? 那我就 在网上找一些测试去看 近看这十几年的 我常说这几年的 的而且确 是因为封锁 有封锁的缘故 那当然 那个专业人士说的 也是近这段时间 当然是包含封锁的 如果封锁之后的价钱 这段时间 原来其实都是比起 前几年 讲回曼茨斯特 他因为他有分 原来detector 他的升幅 是最高的 相对于其他来说 当然其他 Semi 或者Terence Fat 相比起这些 detector是升得最高的 也一直以来 他的楼价 当然是比其他 是特别高一点 最接近那三个 就是Semi 和Terence 和Fat 这样 那这三种 他的楼价 经过这个封锁之后 其实是和2014年那段时间 是相差 现在14年17-18万磅的东西 现在就会变成 封锁之后 是变成21-20万 左右 即是说 都有20-20% 升幅 譬如你说是Terence Terence 就是14年那段时间 但我也是上网看一些测试 这样 12万磅头 11-12万磅头 那他现在 这段时间 禁止完之后 就去到14万磅左右 差不多都有 10-20% 这样 那这个 我觉得就合理一些 所以我就要补充 就是很远比我说 阿伟他说 这几年 升了几十个百分 五六十个百分 这样 十几宗的会变成 二十几宗 去了一整半 这样 或者是40% 这些 我就有少保留 其实可能 别人是装修完 这样 账面数看起来 是这样 那这个 少要补充 那当然 我都有看到 有不同的频道 会说到 其实很难说 因为香港的人 是习惯了 香港的楼市 炒楼 很多人都炒楼 加大杠杆去炒 那 而且我剃造了 很多人致富的 但是我看完之后 是有点心说 很老实说 是有点心说的 正如我们过往 不停做这些片 虽然我们希望 尽量给大家看见 那个现象是怎样 但是真的 不是想大家 有一个炒楼的心态 那我明白 是有人知富的 但是大家都很印象深刻 香港 都有这些人 以前的神龙辉 都出了名 是不是 就是 由做经纪 慢慢说 变成富豪级 是吧 最终又怎样 好像北非特说 最终看谁退潮的时候 还有副将 才算 是不是 那个才是赢家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其实在座的每一个 即现存的每一个 你都给 其实是一个很可悲的例子 神龙辉 这个只是一个代表 其实还有很多人 我相信那段时间 无论97年 或者有很多人 不断加大自己的杠杆去做这些事情 我相信也是在座的每一个人 其实相对来说 你今天看回来 你比起他们 当初很风光的人 其实是好很多的 虽然是我们清茶淡饭 是不是 我也觉得 枝竹就常乐 是不是 吃三文鱼 吃漂亮些 或者说吃吞拿鱼 你吃拖萝也好 吃其他一半 我也是吃到刺身 是不是 尤其是我们现在来到 苏格兰更过瘾 就是说 吹嘘地说 蔡兰不是说 全世界的三文鱼都不可以吃 除了苏格兰的三文鱼 我们现在在苏格兰 就可以吃到本地的三文鱼 很过瘾 又不需要振很多钱出来 之类之类 这个题外话 不过就是这样说 其实 满足就可以了 我觉得 可能我太保守了 所以听到这些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心吓 我又不敢说些什么 我没理由阻止你们发达 是不是 是的 在这里提一提大家 就是 曼城的楼是不是真的升得这么紧 自己上网做些功课 做多些功课 很可能我找的资料也不够全面 都不定的 至于来近 曼城的楼市将会是怎么样的升幅 或者是 那么多的供应量 是不是真的符合得到 那么多的需求呢 还是过多的供应量呢 大家自己要衡量了 好 今天这条片 点了几个点 吹了几下水 下一条片见 拜拜 拜拜 主持人要求我介绍 其实你们在YouTube 看我们的影片之后 下面也有一些妙述 我也想说 这里其实有很多影片 你可以选择 其实Patreon的连续 我们已经放在最顶 你只需要按进去 按进去之后 就进了Patreon 我们的Patreon版面 直接进去 这里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没有了第四个选项 因为它要显示那么多才会出来 这个就是 群导虎友 纯粹只是支持这个频道 就是Patreon 这个是他 我们就是说 如果你想参加主持的 九人经济圈的话 就有这三个款项 选择 那这些其实是美金 上次他已经说过 大概就等于100元 150元 和200元 大家可以按 例如Join Join之后 你可以用 你本身的Google account 你可能不需要填那么多资料 或者你用Facebook 但有很多网友说 我用这些Sign in 不行 不知为什么不能进去 那可能是这个Setting的问题 不如你简单一点 就是改一个 你自己在Patreon用的名字 你设定Patreon的email account 就是我不知道你想 去哪个email 例如你忘记了 或者你有什么需要更改 他都会去你的email 那你写你的email confirm多次的email 然后这个密码你设定 因为就是进入Patreon的密码 之后你就可以了 那你一按Sign up之后 他就会彈出 Update to Patreon's Privacy Policy 那当然鼓励大家看 看完之后 你就是Gordon 然后他就说 叫你confirm你的residence 就是你在哪里居住 那你在香港 你就选回香港 香港 对了 那就订阅 那你就会来到这里 你就会看到 Complete your monthly payment 你会看到这里是monthly 刚刚因为你选了26美金 这个价钱 那他就会 等于大概200元 港币 你就要进入你的kart detail 就是你那些kart的资料 和你kart的名字一样 你的kart number 和Expiracy VV 就是你kart后面的三个数字 如果在香港 你随便进入一个kart 都可以 然后你进入所有资料 就可以按Pay 或者如果你有paypal 你可以直接用paypal 那当然你也要 sign in你的paypal 完成了这个登记之后 他就会自动登记了 你是这个会员 Ever说了 到今个月底的时候 我们会不断提醒大家 如果你们是不想 每个月支付任何钱 我们会教大家 如何cancel月费 因为Patreon 一直以一个月费模式 在你们中行